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的生活会变成怎么样 当一会发生的时候 我们没有做好我们的后辈 我们的生活即将掉进谷底 想一想 如果这个事情是发生在我们自己的身上 你要如何照将 请大家看好这张图 尤其近期有没有看过很多的新闻报道 不断的在裁员 当我们一直在看到裁员的时候 我的心就开始酸了 因为裁员就是几十个人 几千个人 是否你的家人有被招架 有没有 这是你们想看到的吗 再来 在座的各位 我们想象一下这个视频 这个视频的病人 如果是我们的家人 医生的检验报告出来 显示了我们的亲人已经患上了默契的癌症 在这一刻 你的心会晃了 你的头脑开始一片的空白 以目前 你要面对的是 你家人的医药卡 你要面对的是 你孩子的生活费 你要面对的是 你家庭的开支 以目前你的薪水 你已经喘不过气了 再思想一下自己 如果这个问题 是发生在自己的身上 你是一家支主 你家庭会面对一个怎么样的问题 你会联络到你的家人 除此之外 当 事情发生的时候 你即将要离开人世 你不但联练了你的家人 这是你们想看到的吗 你都还没有过着你想要的生活 你就这样子要离开了 这是你们要的吗 在座的各位 这个是我们个人的责任 也为了我们的下一代 我们一定要给自己一个好好的机会 既然机会来了 平台对了 为什么不要好好的去做 路对了 方向对了 我们就不要再浪费时间 我们就以积极的心态 勇敢的去坚持它 用最短的时间 把它完成它 然后呢 给家庭带来一个很好的生活 就好像说 昨天晚上 我们的这一个前普寨的Diamond Master 大家听懂他的故事吗 听懂吗 可怜吗 他的故事 非常可怜 哪怕他只有1% 他都没有放弃过 像这样的一个女性 一个普普通的女人 他什么都不懂 结果 他只是面对了一天的时间 就给老板炒鱿鱼 也因为他做爱多美 他打工的时候 一个月的收入才多少钱 75块美金 我的天哪 75块美金 指你马币才多少钱 两三百块 对我们来说 一天吃一餐 有时候两三百块都不足 对吗 但是他要养的是什么 他还有两个孩子要养 他给他的老公抛弃的女人 但是再透过他本身的健康上的问题 再加上他本身的收入那么的少 只怕他一线的这个机会 他都没有放弃过 再做的 请问有谁比他更长了吗 应该没有吧 如果有的话 你已经没有出路了 就选择做爱多美的事业 为什么 今天我要讲的这个课题 就是自动型销售大师 那什么叫自动 这个自动型销售大师 到底是一个怎么样的概念 如果说今天 这个自动型销售大师 他是可以让我们一个倍增的收入 如果你一个月你的收入来到 八千到十五千 请问你的家庭会过得舒服吗 会不会 那如果以八千到十五千 你是否可以买像你自己想要的一辆车 是否可以买自己想要的一辆一间房子 可以孝敬我们的父母亲之外 还可以吃喝玩乐 这样子的收入 你们要不要 要不要 给自己一个赞声 以往的船直销 都是把最好的给最上面的领袖 以下的会员们什么都得不到 但是爱多美恰恰的相反 他把最好的利润 最好的都给我们最底层的会员 怎么说呢 我们来看一下 比如说这个是你 只要我们用时间 每一天分享爱多美 当有一天你的分市在你的左边 累积了三百千的PV 右边累积了三百千的PV 请问一天的收入可以拿多少 是不是可以拿到两百六块左右 对吗 是不是 那在这个时候呢 如果这三百千PV的所有的伙伴们 他们用了爱多美的产品 用得很好 那今天他们每一个会员都帮你介绍一个产品 请问三个月后 你是否你的整个组织会变成来到七百千呢 会不会 那请问你七百千的对胖奖金 你可以拿多少钱 是不是两百 五百二十左右 好吗 好不好 好 爱多美还有一个独一无二的封顶制度 这封顶制度 不管你是哪一天的起步点 人人都会有这个机会达成 除非你是半路下车 我们以时间可以证明一切 我们以时间来让到我们走向这个成功之路 别忘了 爱多美在马来西亚几年 还不到三年 但是在座的 我们有看一下我们的左边看 是不是已经有很多成功的例子 对吗 我们的海外的中国 香港 越南 印度 即将要开业 每一个人是不是有机会达到的五千万的 对胖奖金 有没有机会 那如果你今天 你想象一下 你如果你的组织里面 每一天有机会对碰 左边五千万 右边五千万 请问你一天是不是来到五千块的收入 是吗 五千块的收入对你来讲 够不够花 幻想一下 闭上你们的眼睛 做一个吩咐心 你今天你五千块 请问五千块把它乘你二十六天 请问你一个月的对碰奖金 一百三十千 够不够 够吗 兴奋吗 那请问兴奋的掌声是怎样的 那请问你的兴奋的这样欢呼声是怎样的 在座的各位 时时刻刻 扰扰着记住 五千万 我会拿到 我不管 我不懂你们 有没有这样的想法 我时常都会幻想我自己 每一天 有这样子的一个收入 如果你敢想 敢梦 这个东西 这一个笔钱 即将会栽在你的前面 想不相信 相信 再次给自己一个掌声 好 接下来 我们的自动行销售大师 大师到底要怎么完成 我们一个月有两个周期 第一个周期是 一号到十五号 第二个周期是 十六到 月末 只要你个人的PV 是七百千 然后在你的左区 跟你的右区 累计了 二点五 就是两百五十万PV 你就是一个 自动行销售大师 那具体上要怎么做 来 很简单 给大家一个简单的方向 每一个人 是不是有家庭 一个家庭 最少都有三四个 甚至五个成员 对吗 那这五四个成员当中 只要在一个月里面 花费一百千PV 那这一百千的PV 它只是用 每一天用的日常生活用品 在做的 我们每一天早上起来 要不要洗脸 需不需要查复复品 现在天气这么热 需不需要来 拿一个玫瑰喷露 喷喷一下 我们日常生活用品的 这些日常用 这些生活用品 我们区区的 只是用在我们的身上而已 一家几口 但是你只是花费多少钱 八百六十四元 各位 你一家四口 你花八百多块 有过分吗 没有 你把除以四分一个人 只花费多少钱 两百多块 可以做到吗 经济再差的人 也能做到对不对 也能买得起 对吗 如果你要完成 自动型销售大师 更加简单 这个只不过是半个月的 15天的这个销售额 如果你把这25人 每一个人 只要求介绍一个家庭 请问你一个月会有多少个家庭 是不是来了50个家庭 那你50个家庭 请问你是不是有 五千五百万的这个业绩 你左边五百万 右边五百万 请问你是一个 自动型销售大师 是 那在请问在座的每一位 爱多美的产品好不好用 便宜吗 你用完你会不会买 他们要我会不会买 肯定会 所以他们的从销 你们都会从销嘛 对不对 所以这个自动型销售大师 就这么简单诞生了 容易吗 具体 我们要怎么做 所以呢 我们如果今天 你要成为一个成功的分享者 最少要掌握这六点 我在这个星期 有很多人来找我 包括昨天晚上 都有一些人来问我 因为认识我的人 都知道 只要我有机会出去见人 我的closing power 是超过95%以上 我从来没有失败过 听好 我不是拿人家的IC 叫做closing 我拿人家的IC之外 拿人家的身份证之外 我最少的closing 是两三百千以上的 哪怕他是陌生人 想不想了解 想不想懂得怎么做 我希望的 我今天的这一堂课 可以让到大家 受益两多好不好 我把我所懂的 给大家分享 首先 自信心重不重要 如何建议我们的自信心 如果你今天想要在爱多美 做成一番很好的事业 有一个很好的收入 最重要的 你必须要做到的就是 大量的用产品 还不够 必须要爱上每一个产品 可以做到吗 为什么 因为如果你连基本的产品 你都没有用过 请问在座的 虽然很 有时候我曾经有听过一个妇女 告诉我她不用狗油 刚好她的家里有一盒的精油贴布 刚好她的一个朋友来到她的家 看到了她那一盒的精油贴布 她问其他 请问这个是什么东西 这个时候她闷了 她没有办法答她 因为她没有用过 她只是简简地跟她讲 这个是高压布 就是贴在身上 然后她给你束缚 她没有办法把产品讲到头头是道 你有办法做到对方的生意吗 没有 为什么我可以把每一个产品 讲到头头是道 但不一定要专业 把自己的个人见证 分享出去 你用过的效果 分享出去 就这么的简单 可以做到吗 在座的每一位 除此之外 我们还是要收集资料 如果现场你们是很多的新伙伴 别担心 不急 你们可以从你们的伙伴 你们的领袖 包括公司 包括YouTube 包括我们的CH Atomy 我们都可以找更多的资料 增加自己的信心 你知道吗 我时常都会做这个动作 我时常会收集很多 很多对产品的见证 因为我时常去见人 我就会用这个 这个见证 这种的方式 来做closing 由这些的见证 帮我们做closing容易一点呢 还是你用你的嘴巴讲容易一点 当然是用别人的见证 好过自己的见证 对吗 好 还有的是什么 增加产品的资讯 非常的重要 我们爱多美的产品 多不多 多 你今天很多人一直在抱怨 只有抱怨 在埋怨 为什么我的伙伴不买东西 为什么我的伙伴不去购物 请问你有跟他分享过 每一个产品的好处吗 那你没有告诉他们的产品的好处 他怎么买 有的人懒惰送货员 对吗 虽然爱多美是不用送货 但是请在座的 偶然 偶尔 能不能做一个送货员 我最喜欢做送货员 我去送货 我一定拿PV回来 我告诉大家 我每一次 谢谢 我每一次 我去做送货 近期我们是出了一只 神奇水 好用吗 想不想听我的见证 一只出百多只 想不想听 掌声不够 所以呢 我每次送货 我就会去 把我的这个神奇水 放在我包包 然后呢 我一见到人 我就跟他喷半张脸 我这个人有一点坏蛋 我不喜欢 我不一向来跟人家做洗脸都好 我都不喜欢跟人家做整个脸的 我都是半张脸 然后我告诉他 你今天我跟你喷一样东西 很神奇啊 我保证你半三两分钟 你会变成中风脸 然后呢 我真的是跟他喷了后 我一直在跟他聊天 告诉他这个产品有多好用 有多棒 大概跟他了解 这只神奇水的过程 他本身可以 可以activate我们的细胞 同时做宝石 同时做井质 最重要我要表达的是 价钱太便宜了 结果我连去吃东西啊 我连老板娘都不放过 因为他是我的目标 因为他本身用过一个牌子的 这个神奇水 一只五百多块 你说我要不要找他 肯定要啊 他再怎样嘛 我都做他了 等一下你过来 你过来 跟你喷一下 不知道了没什么的 结果碰了 我要离开的时候 他不给我拍照 我硬硬帮他做一个拍照 我讲今天你不要拍 没关系 不要用我手机 我就用回你的手机拍 我给他看 他杀了 真的是中风脸 我就问他 怎么样 你的五百多块 跟我的五十多块 你要买哪一只 是你你要买哪一只 对啊 还有 我甚至去服装店 拜访我的老顾客 我看到他的顾客要离开 给我五个小时 虽然我英文不是很厉害 还可以叹两句 我跟他碰了一下 他讲我真的赶时间离开 我讲OKOKOK Keep contact 因为我也没有他电话 讲Keep contact 因为我的伙伴有他的电话 也是他的老顾客 结果你知道发生什么事吗 我的顾客 就是那个服装店的老板娘 她本身两天后打给我 诶小姐啊 你到底给我碰了什么东西 我说怎么啦 很神奇哦 我说怎么啦 我的皮肤哦 开始两天 还有那个短短短哦 还是前一边哦 那我问他 那你想要买五只 还是要买十只 看到我的技巧了吗 看到了吗 还是要讲得更加清楚 很清楚了吧 对不对 结果 各天他又再打了个电话给我 哇 我没有想到 连我那个印度人那天 你跟他喷喷一下 他也要两只 结果半夜的时候 他吵到我 我半夜 十一点多十二点 我送了两二十只给他 我来成功学院 他跟我讲 我二十只卖完了 简单吗 所以增加对产品的知识 重不重要 我们不需要做一个专业人士 我们的朴涵记 董事长说过 我们不需要去做一个专业人士 我们只要如何用最简单的方式 便宜好用 你就试试看的方式 跟对方分享 尽量以最新的产品呢 尽量就让顾客摸到碰到 所以人是最喜欢的嘛 感触 对吗 所以成交率肯定很高啊 了解了解了吗 在做的 那照顾你的仪态 形象重要吗 重要吗 请问我今天的打扮 是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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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如果 今天 我是你的 顾客 也一直说 今天我想 你们是我的顾客 我坐在你的前面 以这样子的一身打扮 你的心底 四四喜冰 帮我打痕了 对吗 所以我希望在做的 如果你今天 想要把爱多美的 这一番事业 做到 成功 做到很好的成绩 个人形象 一定要顾好 尤其我们 这一张脸啊 脸是我们的名片啊 所以如果你今天 你在分享爱多美的产品 你在分享爱多美的 富富产品 但是你有一张 这么糟糕的皮肤 请问顾客会相信吗 不会 所以重不重要的形象 除了重要 还有 我们的亲和力 我们的微笑 更加的重要 可以做到吗 可以 第二 自我管理 那这个自我管理呢 认真 专注 我不曾看过 一个成功的人 没有专注 没有认真 他可以成功 认同吗 我们在做一个 我们在做每一件事情 我们在做我们的事业 我们必须要很认真 要很focus 要不然你没有办法 做到你想要的成绩 还有 我们的感染力 更加的重要 你今天你是要影响一个人 让他加入爱多美 你必须要有三个大 这个三个大 借大家的掌声 感谢我们的大哥 是他教我的 OK 什么大 眼睛要够大 动作要够大 声音要够大 如果你有这三种大 我可以告诉你 对方会更加的专注 你讲的每一句话 讲到眼睛大的时候 你的眼睛就看着我了 你的眼睛够大吗 我的眼睛这么小 眼睛大的意思就是说 虽然你是小力 但是要够有神 这个也是一个大 明白了吗 然后如果你今天 成为一个领袖 你必须要抱着一个 非常积极的心态 来解决你所有的问题 好不好 好 再来 借力少费力 我不曾看过一个成功的人 是从来没有借过力的人 如果你今天 你想要在爱多美成功 你要懂得如何借你上线的力 身为上线的人 他们都希望你们能成功 只要你大胆地告诉你的上线 我想在爱多美成功 我相信坐在左边的所有的领袖们 他们一定怎样忙都好 他们都会尽心尽力地 配合你们的时间 让你们走向成功之路 所以借力是一个非常非常非常重要的 还有哪里可以借力 我们的中心能不能借力 我们的一日研讨会可不可以借到力 我们的成功学院是不是更好借力 就算今天这样 我们今天的会场棒不棒 讲次讲得好不好 可不可以给大家一个掌声 我在这里想跟大家分享 爱多美的三大系统 别再怀疑了 在韩国 在台湾 在新加坡 在全世界已经开发的国家 每一个领袖们 都是透过这三大系统 而成就了自己 我很想跟大家分享 我在去年的12月 我非常荣幸被公司邀请去 台湾的 Auto Diamond的会议 我在那边 Imperial Master 就是中文大师 李德悠讲过一句话 我想在这里 跟大家做一个简单的分享 他说 一杯水 放着 都会蒸发 更何况是人 不曾见过一个 在爱多美可以成功的领袖 但是他没有来出席 三大系统 可以成功 除非 除了一种人 就变成消失大师 了解吗 如果你今天想要在爱多美成功 如果你完全不出席会议 是绝对不可能会成功的 我们也没有见过 没有来过三大系统的人 今天的他 是一个领袖俱乐部成员 有吗 有吗 领袖俱乐部 没有 领袖俱乐部 每一天有会必到 是否给他们一个赞生 我们再看看 以往的 很多海外的领袖 在台上的分享 每一个领袖 讲的一句话 我不懂你们有没有 把它停进去 扰扰一定要把它记住 如果你今天想要在爱多美成功 你必须要完成 出席36次 你就会成功 你们有开始领悟到吗 如果既然你们每一次出席会议的人 然后你开始有发觉到 诶 我开始带来的人 他们自动的想要来之外 同时他们都想会把 他们都会把人带来会场 你逐渐的这几个月 你再慢慢看下去 你的业绩 你的业绩 无形中也慢慢的成长 所以不管你今天是新人 不管你是没有口才的 没有能力的 无所谓 爱多美的三大系统 公司会安排最好的讲师 跟你们分享产品 制度 公司背景 所以你不用很厉害 真的你真的再怎样差 会后会过后 我们是否可以借我们的领导者 让他帮你做一个总结 可以吗 对自己没有信心的伙伴们 今天有可不可以增加你的一点信心 下一个月我再想看到你们 好不好 好 如果你今天是一个新人 我今天很想讲给很多新人听 不要为了你是新人 你有恐惧感 不要认为你是新人 你去害怕见人 如果你担心很多 教你一下 就是我刚才有讲了 讲了一些的 可以收集更多的别人的见证 因为你是新人 肯定可能你在产品上 还没有得到你要的见证 你可以收集几个 你喜欢的 你把它背熟他 见到谁都好 就背熟这几个见证 然后就拿这几个人 来一不断的分享 也就是变成了你的见证 所以见证是会导致让我们产生 PV 也是最好借力的方式来的 我希望在座的 你们要把最好的见证 传达给你们的信息 传达信息给你们的伙伴 让那些新伙伴们 更加的对产品的资讯 然后呢 去容易做这个closing 观察力重要吗 我们一定要学会如何观察 周遭的敏锐性 就好像说 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的如何做closing的观察力 有时候我去见人 比如说有一时候一家几口 对吗 我的眼睛一定会scan一下的 从聊天我就要scan一下 到底谁是出钱的人 到底谁是做主的人 有时候老公出钱老婆做主 对不对 那我讲产品我要找谁 我的眼睛就瞪着那个老婆 讲到出钱我就瞪谁 饭店一下给他老公 这么解决了嘛 对不对 那我在做closing的时候呢 我一定会把人家的阿公阿嬷 爸爸妈妈孩子 扳出来的 因为我们是一家支主 我们最疼爱的人是谁 父母亲 子女 对吗 如果你把Hemohim介绍 你要讲谁啊 是要讲父母亲 你必须要告诉他 家里有一宝 对不对 我们要顾好我们的父母亲的健康 所以这个产品 对他们有多大的帮助 如果身为他本身是一个很孝顺的孩子 你说他听到你的这个Hemohim的分享 他会不会买给父母亲吃 会不会 是不是很简单 200千PV就来了 简单吗 简单 我讲完等一下 你们就会知道 原来我的300多千PV是怎样 怎样close out的 那家里是不是有小朋友 有一次 我每一年 我都会去 过年要拜拜对吗 我每一年 我一定会去一个 买精子的店 一买就买很多 所以每一次 每一年去都是很匆忙的 买了就走 但是这么巧 今年 我去的时候 他要打烊了 我是他的最后一个顾客 变成了我们两方面 就比较轻松的方式 然后呢 跟对方聊天 因为我在跟他聊天的时候 我看到一个小女生 我就赞美 哇 妹妹你好漂亮哦 你今天衣服 超可爱哦 想 我们一定要懂得赞美人家 对不对 当我在赞美的时候呢 我的目光就往向他的妈妈 这是你女儿吗 他讲是 妈妈的目光又转向他的老公 他送他的宝贝女儿 哎 宝贝女儿 OK 我做到了 这个就是我的目标 我就开始问 老板娘 你提问你有几个孩子 一个 哎 怎么生一个这么少 很可怜呢 一个小妹妹很孤单 他讲是咯 老公就出神了 他讲 Jacklyn 你知道吗 年轻的时候 不断的没有钱要打拼 现在 经济已经基础了 稳定了 想要生 生不出 我讲 哎 来介绍你一个产品 哇 你有什么霸宝 他问我 霸宝是没有啦 但是见证是有 只不过 我先讲明 我今天跟你分享的 可能不一定 发生在你身上 但是 就算帮不到你 多生一个孩子 最起码可以帮到你的健康 你要不要 你说 我这样子的分享 他可以接受吗 我不是在喝秀 我就开始 帮了两个姐妹的故事 没有得怀孕 一个就生了 一个 十年一直生不出 另外一个呢 就 结婚了三年 也生不出 结果就因为 海摩姓的功能 让她的肚子 开始争气了 结果 姐姐有得生的时候 妹妹就看到姐姐 姐你吃什么 这么你十年没有得生 某定定又有得生 就是海摩姓帮了她 结果两个姐妹 同时怀上孩子 我相信开始都把孩子 生出来了 所以我只是告诉他们 他们的见证不代表 是你的见证 可能 可能 可以 可能是 没有 但是最起码 帮到你的健康 还有 还有一个产品 我一定要介绍给你 你知道我介绍她的 红生丹 给她老公 她老公 两公婆是开心的不得了 就这几句话 想不想听 我说这个产品 你一定要叫老公吃 这个产品 红生丹 如果你老公 配合海摩姓 吃上一个月 你要带她去 hypermarket 买一件红底裤 穿在外面 你说老公婆会开心吗 开心得不得了 容易吗 容易 我的目光又转去哪里了 她的女儿 女儿是你的宝贝 宝贝的健康 我们一定要更加照顾 我今天我一定要介绍 两个产品给你 这两个产品 是我们的掌门口 不管是男女老小 人人都需要 请问你们 可以告诉我是什么产品吗 Pobiotic 维生素C 没有错 我跟她讲 他就马上把她的女儿 拉了在我的前面 你看你看 因为我讲到皮肤 Pobiotic可以帮付皮肤 因为我的眼睛已经看到了 我看到她妈妈 跟她女儿的皮肤 不是很好 OK 我已经看到了 所以观察力重不重要 重要 所以有效的发问问题 重不重要 重要 我就问她 怎么了你的皮肤 她讲是咯 敏感咯 安装咯 安装咯 我会介绍什么 Cera BB 全家人用 所以你看 我就是一个一个产品的进入 我根本没有 我自己也杀掉 在这么短的时间里面 半个小时 我cross了300多千 PV OK 好 所以呢 再提 再讲 再提升你的说话的方式 也是相当重要的 还有一点 我必须要强调 有时候我们在跟顾客 分享产品的时候 有时候 顾客自己 有没有自己的产品 有没有 我们不能为了她 为了她 要她用我们的产品 叫她把所有她原有的产品 全部通通换掉 可以这样做吗 你给人家剃出来 认同吗 我们只能站在她的立场 没关系 你就慢慢的换 产品还是要钱的 人家会感觉到你是一个 有爱的分享者 有爱的领导者 有爱的一个服务 讲服务员也不好听 对不对 所以很多人就是 硬硬来 你会剃到你的铁板 好不好 用柔的 慢慢来挤不来的 只要她用上产品 爱上产品 她自然而然 她会追你的 好不好 好 再来 OK 服务中不重要 重要吗 所以我们必须要记录 每一个顾客 跟我们买过的 些产品 为什么 我们的记录 最主要的目的 是让我们方便 如何去做 follow up 去跟进 如果你没有 把它做下记录的话 你要如何 跟它做跟进 我在这里 我再讲回 刚才那三个人的家庭 的故事 要不要听 再继续 要吗 您戏剧 对不对 她买了后 我送给她 叫她怎么用 怎么吃 两天后 我再打给她 老板娘 怎样 开始吃了吗 吃了 效果怎么样 很棒 我没有想到 产品这么便宜 可以这么到 这么好的效果 那你老公吃得怎么样 很棒 很好 真的很好 我听到这样 我真的又开心 你知道吗 然后我就开始 在跟她多交流 你知道我又发生 什么事吗 我又做了 她百多千PV 听好了 两天后 我在做follow up的时候 我又再做了 她百多千PV 你知道我做 她什么产品吗 她开始 哇 你的产品这么便宜 你的那个六剑组 这么便宜 可以用吗 好用吗 当然好用 但是 以你的身份 以那么漂亮的皮肤 六剑组还是不够 不适合你 想不想更好的 想不想更年轻 要出什么产品 对呀 然后呢 这个AZULU 你用了后呢 我可以告诉你 你走出街 哇 人家看到你 走着又看都不会老的 年年保持26岁 还有一个产品 你要配搭它 如果你可以把这个产品 配在一起 哇 更加好 什么产品 世界主 要不要清理干净皮肤 的交流 跟Google交流 是相当重要的 OK 所以呢 我曾经也有一个陌生市场 是透过一个伙伴 我这个伙伴呢 他是要更了解 Hemohim的功能 因为他买来吃 但是他想要更了解 他老婆 就找到我的儿子 请问你妈咪在国外 还是国内 因为我一段时间 确实是 时间多数都在印尼 所以很多人都找不到我 结果了 我的孩子很厉害 他每次会通风道信 给他一个展示 好不好 我就从电话上 就打给我这个伙伴 然后他的老公 就接电话 我就偷偷收到的 跟他分享了一些 就是Hemohim的功效 然后我就开始聆听 聆听是相当重要 你今天你吃的Hemohim怎么样 你为什么你要买Hemohim 我就开始不断的 在提问问题 所以他就开始 意的跟我分享 我就是很累 我人不舒服 我有一点高血压 我不能睡 有听到我的重点吗 有没有听到我的重点 我全部都记住了 好 那你今天你买了Hemohim 你还有买其他的吗 没了 其实是不足够 因为既然你的睡眠不足 会影响你的很多很多的问题 我再建议你 再多吃我们的补肝片 再配合我们的维生素C 再来再吃一个我们的鱼油 简单吗 明天早上我儿子就接到他的订单 钱多快马币 就几句话而已 然后现场他又介绍了一个顾客给我 他讲说 Jacklyn这个人我需要你帮忙 他每一个礼拜洗剩 洗四次 是否这个产品可以帮他 我说多少都会有帮助 但是他不可以讲100% 他可以帮助他的体力 会比之前更好 我只是在电话上跟对方先打个招呼 聊聊一下 我就告诉他谁介绍我 我今天想要跟你分享 这个产品 讲完过后 他讲好 就这样子 我讲这样子好不好 既然你有兴趣 我星期三 直接跟你约个时间 然后我直接买一套产品 直接拿过来给你 可以吗 他讲OK 这是成交了 明白了吗 所以根据顾客的要求 我们不能问人家 你要不要 我时常有听很多人在做完closing 就是讲完爱多美的事业分享 产品分享 你要不要买 你要不要进会员 拜托 不要再讲了好不好 因为当你在讲的时候呢 他的脑子已经在转 我要买 还是不要买呢 我要不要进啊 进很富好处啊 会不会这样想 会 你直接咔嚓 我今天我跟你讲这么多东西 然后我就跟你安排 刚才我讲的嘛 我就帮你安排 Hemmohim Ese 红圣丹 Cela BB Probidity Vitamin C D 都都都都都都讲完 那你要用信用卡过账 还是你要用现款过账 然后请把你的IC给我 为什么 当然要你的名字进场嘛 我没有办法帮你买啊 要你的名字自己免费去注册 免费用你的服口来买 人家会感觉到有压迫吗 人家会感觉到你在喝笑吗 没有 简单吗 是不是感觉到又舒服 又做到业绩了 所以呢 帮顾客做决定是相当重要的 最重要呢 在你要做的时候呢 你要用你的真心来感动对方 不是要 不是以喝笑的方式 我也看到有一些人 我跟你讲 你一定要买很好的 怎样好 不是没有跟对方讲 怎样好 他会买吗 会吗 不会 所以你一定要告诉他的重要性在哪里 尤其是 你必须要告诉他 尤其健康上有一些问题的 或者健康上有很累的人 很不舒服的人 每天晕晕 好像在晕车的人 你要告诉他 你一定要吃Hemohim 这个Hemohim它有造学功能 他可以提升你的造学功能 他会提升你的这个 健康精神 不要每天 就是要讲到重点 是他 这个产品可以帮到他的 他才会买 如果你只是讲 跟我什么关系 有没有发觉到很多人 就是讲 好像那个 MK46是吗 一直下去 拜拜 走了 你在找十个十个的业绩都是零的 很多人拿到IC就跟我讲什么 我很开心 玫瑰姐 我心探了你 我在我听了你的中心的这堂课后 我才发觉到 我老爷原来我只是拿IC 就是等于零 我拿IC现场直接打开 网站叫他注册 叫他直接 我想尽办法都会叫他买货 我不管我去哪里 就好像惊奇 我为了找这件外套 我找了几间的这一个服装店 你知道发生什么事吗 我让我也想不到的事情 我摇一下摇一下进去 老板娘有没有白色的裤子 你看白色裤子 不好意思我没有 她就看到我 她就赞美我的耳黄跟衣服很测 我讲谢谢你 其实你做什么行业的 为什么要找白色的裤子 哦 因为我刚好要上台 哦你是讲师啊 我就笑一笑 我也没回答 那你是做什么的 我想进巴嫂一家 给他问问问题 让他来问我 哎 懂吗 以前我经过 但是我没有买过东西 哎呦 可惜 我来跟你分享 你等一下带到回来找我 好吗 我在吃这饭 好 你说我会成交吗 我真的到回去耶 马上成交 马上叫他买货 马上进Membert 现场解决了 我一个顾客 我再到去一间 那一间买不到我的大衣对吗 我又再去另外一间 又咬一下咬一下 我又看到一个目标了 这个人是我要找的 因为他很会做closing 我就慢慢撕一副 就慢慢撕一副 因为那个女的长得美 口才又一流 哇 他的closing一流 我讲这个人不做爱多美 非常可惜 跟他做朋友 聊聊一下 是因为我的脸会说话 他也开始问了 这个同样的几个问题 其实你是从事哪一个 听过爱多美 我的阿姨有用 是 我阿姨有用 我要快了 我要快了 我讲 我不能再拖了 我讲 这样你本身有用吗 没有 你这么可惜 你的皮肤这么美 如果你又这么喜欢化妆的 如果你用艾玛的产品 我跟你讲 我跟他讲 真的一定很美的 散发你那种皮肤的美 那种光泽度 我就是因为看到你皮肤 我才自动问你 我现场马上注册 马上将他买货 有什么产品好用 我想尽办法 都要他马上买货 在座的各位 不是你拿IC就是成交 好不好 一定要给自己一个目标 如何达成 完成所有的 你要的东西 然后后面再来 不断地做跟进 可以吗 我再做一个总结 OK 其实呢 在分享 为什么我们 我们做艾多美 我们一定要分享 因为艾多美的产品 多不多 几百样 几百种 对不对 再加上呢 好像全都是韩语字 如果你身为一个领袖 你没有把产品 介绍出去 请问他 他看得懂吗 他也不可能买来用 是不是 所以呢 你必须要长期的 介绍顾客 在分享的时候呢 我们是不是要做服务 服务是相当重要 如果你今天有办法把你的服务做得好 其实你在打你自己的个人品牌 了解了吗 明白了吗 各位 打个人品牌后呢 你再召集的这些 你初步认识的这些伙伴们呢 也或者你的姨妈 孤姿 孤老婆 现代 吉姆 组织一个小型的家庭聚会 然后跟他们分享 再次的分享产品 多做这个产品的示范 他们现场每次听你说 没有现场看到示范 讲不到味道 当他现场看到产品的示范 原来这么好 你说他会不会马上介绍人给你 会不会 我们的目的地就是 人介绍人给我们 对吗 然后呢 就以这个方式呢 不断的去 简单的事情 我们要重复做 重复的事情 我们要还是重复做 也因为这样子的话呢 你的自动行销售大师就完成了 因为呢 你没有做home party 你没有办法带出你的人脉 因为人就是被诊 所以home party做的越多 你的被诊的人数越多 自然而然就是PV的越多 各位了解了吗 OK 好 我必须要告诉大家 我们人生当中 没有一防风顺 都是起起落落的 在这段时间 希望大家好好的 坚定你自己的信念 坚持你自己的理想 明天的你 会感谢今天付出的自己 我恭祝大家 在爱多美的事业 有一防风顺 过个非凡自由 有钱有闲的生活 我的分享到此结束 谢谢各位 谢谢